- 接着聊乐队的夏天,第三季,episode 2,第二期 这回说三个乐队呢,三个乐队有比较特点的乐队 我说这个在乐器的实用上,比较特点的 不是我们所常见的那四大件,对吧 也许还有其他的,也有错过 但是比较给我有印象深的 这三个应该是嘎里三千 他用了violin,用了小提琴 回春丹乐队,里面有saxophone 酒连真人,还有一个 酒连真人,酒连真人,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主唱歌手 主唱歌手,待会有视频我再说这些主音歌手, vocal的主唱 在他里面呢,用了一个小号,他有一个小号手,在里面 在里面,然后呢,加了一些这个horse action在里面 给这个歌曲增测不少,但是好像观众不太买账 这个得的分数不是特别高 先说一说这个,我觉得啊 我觉得啊,我也不是什么人啊 就是按我自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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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标准啊 按我的喜好程度啊,来说我的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你可以告诉我啊 咱可以互相交流,没事啊 我认为啊,就是说这个酒连真人呢 他的这个,呃 加的啊,比较 不错啊,比较不错 比较不错,就是说 我觉得他不温不火啊 加的非常的地方 非常不错啊,非常非常好 而且呢,对他的这个整个歌的 这个,这个气势啊 就是他的这个 内涵和他的歌词啊,比较 比较搭配啊 比较搭配 这是我对的比较满意的 就是另外一个啊 我先说这个,呃 嘎里三千啊 是叫嘎里三千吗 他使这个小提琴啊 小提琴呢 呃,怎么讲呢 呃,我觉得啊 如果是我啊 我不用这个小提琴啊 做他这个前奏啊 我用小提琴做他的solo啊 把他solo拿出来啊 做肩奏 然后再在后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想给这个人啊 给这个听众啊 带来一份这个惊喜感在里面啊 这一份惊喜感 哎,我穿这些乐器在里面 募集他 这些声音 特别干净的声音 然后在我的奸奏的时候 高潮的时候 哎,高潮的时候 哎,来一个小提琴 这个solo在里面啊 会给这个,给这个增色不少 会给人一份惊喜感 我特别喜欢这种音乐的 这不确定性啊 就出来一个乐器 跳出来了 但是呢,如果你开头啊 就把这个小提琴放在里面啊 我就少了这份惊喜感啊 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小提琴 我整个就是小提琴 也无所谓啊 我现在说的就是我的个人喜好问题啊 还有一个其实呢 如果按照他们乐队本身的性格 成员的性格来分析啊 性格来分析 如果你一个成员里面是有一个吹小号的啊 或者是还有一个拉小提琴的 对吧 你就带着这成员走啊 这个成员的存在感啊 会相应的少一点 因为用上这个你不可能所有的音乐都是用上小提琴或者或者小号 是吧 所以说呢 你就尽量的加进去 尤其像这种演出啊 像这种演出 这种也许是百年不遇的机遇 跟那个发打洪水 是吧 百年不遇的一次机会 你说你把这成员甩在外面 或者给他的曝光率啊 曝光率比较少的话啊 也许会有一些矛盾啊 心理上会有些不舒服 所以说呢 也许是这个原因啊 他把这小提琴上来 他就放在里面了 对吧 也许是这个原因 而且你看他的性格啊 就是说这个小提琴手 好像就是喜欢在这个炮头露面 是吧 喜欢这个在前面炸炸糊糊的 说喜欢要跳出来啊 恐怕别人不把他漏掉了 所以说呢 也许是这些也是一个他的考虑的因素在里面啊 所以说呢 对比起来这两个乐队啊 就是说这个 嘎里三千和这个九连真人 我更喜欢这个 九连真人的 他的这个 这个小号的 在这个编配 而且加的地方啊 比较喜欢这个 还有啊 还有就是这个回春丹啊 回春丹这个 回春丹的 前面这个用了Saxphone Auto sax 他用了Saxphone 还是啊 我说我个人感受啊 个人感受 如果我的话啊 如果我的话 这个我 因为他的 他的Sax啊 是贯穿的 按他的风格来讲 他的Sax 是贯穿整个的这个 整个音乐当中的 他不是说 跟那个小提琴 我说我也 我来一段给人一段惊喜 他的风格 其实就有Saxphone 在里面 一个因素在里面 就是在乐器 在里面了 而且他对他的风格 非常有帮助啊 这种这种风格 所以说呢 但是呢 如果我用的话 我不会用这么长的 这么长的 这个Saxphone的 这个当前奏啊 我不会用这么长 也许他也是这个 也是有考虑之内啊 有人喜欢Saxphone 我来一段这个Solo 前面来一段给Saxphone 但是如果我更喜欢啊 我更喜欢就是说 短一些啊 直接把这个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快的啊 比较要快的节奏啊 就是这种这种 这种节奏的歌 很短 你就把这把人的 这个这个情绪带起来啊 不要这个 这种很长的 应该他那个吹的 得有30秒啊 也许啊 反正说现在人呢 像我比较有耐心的人啊 我就就是感觉到 他这个有点长啊 就是说现在 你很难抓到这个 如果人这个人 不喜欢这个Saxphone 不喜欢这个Saxphone 你一下就把这个听众啊 就是把他 把他听众就失 你就失去了 而且现在的 就是这个人的 就是这种 这个他的attention呢 非常的短啊 非常短 其实现在 做YouTube这些视频 是看我视频 只是看30秒 bye 已经6分钟了 所以说呢 一定要把很短时间 把他这个 这个attention抓住 就是说 我这个Saxphone 是贯穿的里面 我要这个Sax前奏 我就很短的时间 来一个 把他Saxphone 马上带进来 因为你发现 他在Saxphone 这个前奏 这个特别慢 这个前奏过来之后呢 马上他这个 这个节奏就起来了 就起来了 所以说 反差特别大 反差特别大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呢 像我来说呢 我喜欢Saxphone 这个无所谓 我也玩Saxphone 所以说呢 对我来说 无所谓 对很多 其他的听众啊 不喜欢Saxphone 你马上就把他失去了 但是如果你很短的 一个前奏过来 马上你进 进这个节奏 进他的歌曲里面 你Saxphone 他其实是在后面 一直play一个riff 就是说个riff 他在后面 在做一个伴奏 他在下面 是人喜欢 他的风格的话 喜欢在这个 歌的节奏 或者是这个旋律 或者是演唱的话 就会忽略 他这个Saxphone的存在 因为那Saxphone的存在 他是在后面 他是在后面 backing band 他在后面 这是我这个一点的看法 一点看法 还有就是说 对比起来这个 对比起来这个 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对比起来这个 这个Gali 3000 也是他的小提琴 这个前奏 特别的长 这小提琴都比较长 比较长 所以说呢 如果我弄这个小提琴 我不会这么做 我不会这么做 好 好 好了 感谢观看